今天是夏至 一年當中白天最長的一天 天氣很悶熱 難得的是今天晚上還可以看到 國際太空站ISS 過近台灣的上空 台北天文館表示 國際太空站在今天晚上 就是剛剛7點16分到7點25分之間 過近台灣了 肉眼其實可以看到 因為離地球大約400公里遠 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 由西北往東南 跨過台灣的天空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你抬頭的話 也許可以跟太空人打個招呼 沒有看到國際太空站的話 沒關係 今天晚上的月亮 也可以去想一想 因為滿特別的 在北美地區 當夏至碰上滿月的時候 被稱為草莓月亮 夏至這天全台又悶又熱 台北體感溫度更上看42度 根據測站資料 全台最高溫在台北 中午飆到37.1度 板橋第二35.5 第三則是嘉義 相當局主任正名點分析 台北因為建築物密度高 所以會在夏至這天 飆到第一名 和都市熱島效應有關係 主要就是因為太平洋高壓影響 天空比較晴朗 天空晴朗陽光持續加了之下 高溫也容易持續的上升 所以其實過去這幾天 也持續有出現比較高溫的機會 未來一周 其實西半部地區的高溫預測 都在35 36 所以都是比較晴朗 炎熱的天氣 這兩天晚上抬頭 頂上的月亮又大又圓 北美在夏至這天正好碰上滿月 有一個很美的名稱叫草莓月亮 上一次是1967年 下一次得等到2062 也就是46年後 會叫草莓滿月是因為 美洲原住民在夏季時分草莓豐收 和月亮的形狀 顏色一點關係也沒有 但是台灣各地天文館紛紛紛紛湧入民眾來電 說要看看新奇的草莓月亮 美國本土的一些原住民 然後他們對就是每一個月的滿月 它會有一個特別的暱稱 那其中落在6月份的滿月的話 他們就會叫它是草莓月 那為什麼要叫草莓月呢 是因為那時候大概是他們草莓成熟 採收的季節 台北天文館研究員表示 受到時差和潤年的影響 台灣真正的滿月是20號 如果要等夏至碰上滿月 上一次是1997年 下次則是2035年 台灣民眾想看 還得再等大約兩個十年 UDN TV 林天文佳妮 台北報導